大家好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这个题目呢 是100学年度嘉义中学科学班入学的考题 那一样呢 如果您觉得自己呢 要先来试试看 可以先把影片按暂停 自己呢 先来思考一下 这个题目该怎么做 那现在呢 一起来看这个题目 如图所示 坐标平面上有一个正方形 ABCD 而原点是O00 那B点是120 C点是05 而角BOC的角平分线 交A租于1点 求1点的坐标是多少 那这个题目呢 有两个 我们必须要能够立即去思考到的地方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到题目告诉我们 ABC珠它是一个正方形 而左下角呢 这边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只要看到 这一个正方形的外围 有直角三角形 我们就立刻呢 在这个正方形的外面 再画一个正方形 好 那为什么要画这个正方形呢 当你把这个正方形给画出来 你会发现 O F G H 这个正方形 它会把里面这个小正方形 ABC珠的外围 弄出四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 这四个会全等 那么目前OB的长度是12 OC的长度是5 所以呢 外围这四个全等会造成什么 BF的长度是5 AF12 AG是5 GD12 DH 是5 CH12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A点的坐标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而D点的坐标 也可以算出来 所以A点的坐标是 17 12 而D点的坐标 就是珠的坐标呢 57 好 这个就可以马上看出来了 那看好之后呢 他现在要你算的是什么 E点的坐标 好 那E点是谁呢 其实E点就是什么 OE直线 跟A 珠直线的交点 所以我们发现呢 这一个E点 它其实就是 A珠直线 跟OE直线的交点 那OE直线比较简单 好 为什么OE直线比较简单呢 因为OE直线 其实就是什么 他提到 它是脚 BOC的脚平分线 那可是我们知道脚BOC是直脚啊 所以呢 它的平分线 这个夹脚就是45度 所以其实OE直线 它就是 X 等于Y的这一条直线 对吧 因为它是45度 所以OE直线就是 X等于Y的这一条直线 那你说老师那A珠直线呢 好 A珠直线呢 我目前呢 按照 因为我们是国中去考这个 好 国中毕业生去考这个 科学班 所以我用国中生看得懂的方法 好 国中生会怎么做呢 国中生会假设Y等于 AS加B 然后呢 带入A点 17 12 所以12 等于A乘以17 就是17A 加B 好 再来 带入 租点 所以是17 等于5A 加B 好 两次解连力 就可以算出 好 两次相减 12减17 负5 右边 17减5 所以是12A 好 我就可以解出 A等于负的12分之5 带进去 就可以算出 B等于多少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写出直线 A租Y等于负12分之5 A 加 好 这边B是多少 我们来算一下 好 B是17 然后减5A 所以是17 加上12分之25 好 所以是 19又12分之1 好 这个呢 就把它带进来 19又12分之1 好 你可以写假分数 好 那现在呢 请你把O1 S等于Y 带入 刚刚的A租 就可以了 好 你把O1的S等于Y 带入刚刚的O租直线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什么 好 你把它带进来 X等于负12分之5S 加19又12分之1 然后呢 因为X和Y都一样 你只要解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最后答案是 17分之229 好 所以答案是 17分之229 17分之229 你刚刚算出来了吗 别忘了 现在呢 暑假天气很热 在家里面呢 看何老师解数学 是一个蛮不错的 那如果你觉得喜欢 别忘了按个赞 并且订阅哦 今天就上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我说明天气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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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